很多人吃肉呢会吃生牛肉 不过知名的主厨阿基塞阿基施呢 他就说鸡肉可是一定要熟才能吃 绝对不能够带血 带血的鸡肉吃下肚子可能会带菌 而有将近40年历史专门烹煮鸡肉的餐厅主厨表示 像是白斩鸡还有汆烫的乌骨鸡 在烹煮的时候如果一不注意 就可能带血或者是没煮熟 吃下肚真的会出问题 油亮亮的白斩鸡煮出的时候切个不停 这一片片饱满肥嫩的白斩鸡肉 是很多涛客的最爱 不过想要保有鲜嫩口感又不能够带血 其实烹煮的时候很费功夫 应该要到指纹所 所以你没有说就是 九分钟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太好吧 还有这一盘乌骨鸡在汆烫的时候 也要特别小心处理 不然一不小心没煮熟吃下肚就会有问题 开了40多年的鸡肉料理餐厅 也透露要在高温85度C的高汤之下 不断的翻滚持续一个小时之后 才会煮出像这样漂亮的白色肉 就连国宴主厨阿基士都曾经说过 肌肉带血是大忌 万一吃了这种半生不熟的肉 也把病菌给吃下肚 可是会生病的 中文新闻 陈江佑珈 Ultimate bur方 啊 啊